回料盤面無盤前進一步的觀察方向 我們要來針對原物料族群 請教現場的信承環球投顧 陳宇農總顧問 宇農午安 沒有午安 大家午安 好 宇農 其實今天看到 整體的原物料族群 似乎是因為昨天這 菇價的一個利多題材 再度的被引燃被點火 今天包含了 菇礦的一個相關個股 鋰電池相關的個股 都持續的上攻 像中佑就因為被市場點名到 它是台灣少數掌握有 菇原料的廠商兼盤中 就快速的亮燈鎖住漲停了 事實上整體原物料產業 去年迎來了睽違多年的 多頭市場 行情是一飛沖天 我們光看LME基本金屬的 一個價格來看一下 LME基本金屬的價格 其實在今年初的時候 開始洩霧到 比較高檔整理的格局 可是不管是銅價 還是席價 新價 簽價 鋁價 涅價 它都還是維持在一個 上升的一個形態 那今年到底原物料 特別是在金屬原物料這一塊 能不能夠繼續的向上走 漲價的一個行情呢 其實最近有蠻多的外資報告 都是再次點名看好 原物料的一個漲價題材 我們看到這份報告 是小摩摩根大通 記之前高盛花旗還有新債王 剛拉克看好今年的 原物料行情之後 摩根大通也看好大宗商品 今年的走勢 摩根大通認為 這原材料價格 在經濟週期的後半段 通常表現依舊是相當的良好 尤其當通膨率達到2%的時候 貴金屬跟基本金屬 都會有最好的一個表現 那小摩是認為在未來一年之內 做多貴金屬銅 鑲 鑫跟鑷 可能會帶來最高的投資報酬率 那假設這個週期 會延伸到明年以後 他認為去年這一波的價格上漲 只是開啟了金屬價格 最強勁時期的一個開端 那摩根大通是預估 今年的銅價均價 大約會來到7405美元 那這意味著現在的銅價 大概還有5%的一個 上漲空間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桶 今天的股價 第一桶今天就呈現 非常強勁開高上漲 現在維持大約上漲 3.7%左右的幅度了 那從K線來做觀察 他從2月份的一個波段低點 已經是連續向上強談 在今天站上了月線 投膨時代正式來臨 現在有非常多的一個外資報告 還有包含了這債券天王 都持續看好今年的原物料 特別是在金屬的行情 你會怎麼做觀察 好 那這一波原物料行情 大家必須去了解到它是來真的 為什麼來真的 因為目前市場上已經射出了三支劍 哪三支劍呢 第一支劍就是大家所講的這個通膨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全球 這個CPI跟PPI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跟生產者這個物價指數 其實都已經來到2以上 代表說整個市場上通膨來了 那需求就會往上去做提高 那這是第二支劍 那其實這個需求這個部分的包含 像在這個美國未來這10年1.5兆 這個基礎建設 那其實對於整個原物料的這個需求 都會大幅度的往上去做提升之外 那再來就是這兩年 中國大陸的供給車改革 然後造成這個供給面的一個短缺 所以說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同的報價 在最近期的一個不斷的一個上漲 其實就是顯現出這個所謂的黑色系金屬裡面 最大宗的就是這以銅為首 開始去做個帶動 那甚至像昨天整個所謂的一個估 因為受到這個蘋果 開始去做一個搶礦員 那其實估這個部分 我們要去思考到 因為估它從2016年的1月份 漲到今年的1月份2018年 漲了兩年 總共漲了270% 從原本每公噸2.5萬美元 現在已經漲到將近是8萬塊美元 那現階段來講 整個市場上需求 還是持續往上去做個 熱絡的一個前提下 那要讓其他相對這些主題 像今天這個中庸漲停對不對 其實在昨天我們點到這個 做這個電池的正極材料 有特別點名說 正極材料其實你每用 每生產1噸的這個所謂正極材料 大概會用到92公斤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估 70公斤左右的這個所謂的一個膩 也說其實估的需求量反而是比較高 像昨天美琪馬 我們可以看像美琪馬的一個股價形態 就非常非常明顯 就是股價回照季線之後 今天又連續第二根攻上了漲停板 這個部分就可以持續做觀察 那你說其實整個 所謂的原物料行情 不斷去做個推升之下 其實我相信 這一些所謂的黑色系金屬 或者是我們講的所謂小金屬 像這個估 就是小金屬 它的這個所謂的一個來源 不是說我直接去開採估 就可以有菇 它可能是跟銅 跟鎳 半生共存的 你在開採銅的過程當中 只能開始到少量的 這所謂的一個菇 其實從這樣的一個角度去做觀察 我發現到市場上 目前有一種材料叫做霸材 我不曉得大家知道什麼叫霸材 那霸材我這邊大概簡單跟各位說 其實霸材就是利用高速核能力子 衝擊的這個標的材料 讓不同的霸材 比如像鋁 銅 不鏽鋼 鈦 鎳 鎳霸等等 它不同的這樣壯材的過程當中 可以得到不同的模型 它比如說可以超硬 超耐磨 防腐的合金膜裡面 那比如像半導體 它就過去都是把這個所謂霸材 列為非常重要的 這所謂的一個戰略資源 因為它的整個所謂的 比如像蘋果的A10處理晶片 大概算說指甲蓋的大小晶片上 密密麻麻的 這所謂上萬條的這個金屬導線 都是布滿電路 那如果說你必須要 讓它的整個射出的這個所謂的一個 一個形式比較完整的話 一定要利用到 所謂高純度的金屬霸材 那另外像今年很夯的這個OLED 也是不可或缺的 這所謂的一個關鍵原物料之一 那從這個部分 我們就可以去觀察到 霸材這個部分是目前市場上 非常小眾的 這所謂的一個小金屬 但是它的應用 其實卻非常非常廣泛 目前市場上很多研調機構 都把它定義為叫做什麼 叫做所謂的一個咽喉材料 我們可以看到這成長趨勢 從2011年一直到2022年 每一年都是趨勢向上去做成長 那下一張圖形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所謂的應用面的 這個部分 包含像在這個上游的一個 高純度的提煉 霸材的製造 到它整個所謂的 建設的這個模組成立之後 它可以用到什麼 像半導體 像太陽能 像我們剛剛講的面板 信息儲存 這就是大數據 以及光學的這個應用 這些都是目前市場上 最熱最熱的消費型電子產品 那這個部分 其實在中國的央視 他曾經就有做過一篇 專門的一個報導 他就講說 這個金屬的霸材 是作為製造晶片的 關鍵的這個材料 那你說如果說 我們要從這個部分去思考的話 那台灣有哪些去做連結 那我今天這個上網 Google霸材的時候 我看到一張股票 我就開始引發我這個興趣 這張股票是1785的光陽科 那我特別就上了 他們公社的網站去看 下一張圖形大家就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目前要找 霸材公司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這是它的官網上面所講的 它的產品線裡面 其中有一項 就是在做這個所謂 高純度的這個霸材 那它這個霸材 是應用在像儲存媒體 光電 電子 所謂功率的這所謂的一個材料 跟其他應用 這個部分是國內目前 數一數二 學武僅有在做這樣的一個 材料的這個公司 那我們只去從整個 所謂的一個光陽科的一個 股價型態 大家可以觀察到 它在前一波 今年年初的時候 曾經供了一段上去 那之後經過這一段時間修正 剛好回到季線 季線是趨勢向上 回車到季線 股價回車到大量去 這個地方要開始做個轉強 我們就可以特別去留意到 它的基本面 跟它的整個所謂的一個 充滿面的一個結構 那我們只要觀察 在2017年這個營收的一個表現 其實是每個月 每個月往上去做成長 代表說營運上開始出現 比較好的一個轉機 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自由現金流量 因為我們都知道 過去這兩年 公司曾經體制上 發生一些問題 造成虧損 但是它的自由現金流量 從2016年第一季怎麼樣 開始大幅度往上去做一個轉正 從原本的負值轉為正值之後 就代表說公司體質開始做好轉 目前市場上反而就在推估 今年它整體的出貨量 跟目標應該有機會成長超過一倍 我們其實從它的一個股價形態 導播給我們看它K線 下面放下外資買賣超 大概發覺到一個現象 就是外資 其實在之前布局的這些 所謂的一個多單 其實基本上 都還沒有完全去做退場的動作 我相信 其實未來這個體態 其實在做一個所謂延紹過程當中 大家就可以持續來做追蹤 好 非常感謝宇農 今天特別針對這新有金屬 幫大家找一找這市場上 有沒有你可能會忽略 相關的一個想像題材 今天中佑都可以因為 他握有少數的一個 孤礦原料而強勢的所掌停了 接下來這霸財 也是在半導體製程當中的 一個關鍵原材料 是不是也可以帶來 光陽科的一些想像的空間 我們後續會來幫大家來做追蹤